大家好 我是Stacy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 游走大湾区 真的是光阴四见 又到了一年的圣诞季 那恰逢呢 国内现在刚刚才放开 所以呢 我们就带大家 去打开几家 圣诞气息比较浓厚 又非常精致的咖啡馆 大家一起来吧 位于万象天地 大象笛子下方的 Manor野兽派 联名店可以说 圣诞氛围满满 不得不说野兽派 门口的圣诞树 真的好好看 配色气质 有点清新脱俗 红蓝黄的搭配 也很好看 当然打开百宝箱 还有小王子的装饰球 真的好喜欢 浓浓的圣诞气息 配上Manor的经典拿铁 口感还是那么 醇厚浓郁 目光所及 都是圣诞气息 这个圣诞季 都被这家联名店刷屏了 成立于2015年的野兽派 以花艺为切入点 逐渐拓展为涵盖家居家坊 美妆客户 珠宝等 多个品类的生活方式品牌 用户年龄 集中在85到95年 是职场的中流砥柱 同时 也愿意为生活品质付费 Manor作为一家 以上海为大本营的 线下连锁咖啡品牌 目标客群也是百里人群 Manor某种程度上 是表达了上半族一种 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 工作繁忙 天天都需要咖啡训命 因为目标客户 都是都市白领 都对准职场生活方式场景 因此Manor 与野兽派的品牌调性 用户都十分相似 Manor和野兽派的联名 可谓是开一家 活一家 强强联合 当然要更强才对 所以这个圣诞期 就要介绍给大家 这样的宝藏店铺 Vals Cafe位于华侨城 创育园的街头转角 浪漫就在这栋 复古法式木框 房子里荡漾 还没进店 就被店铺外墙 树大的红色蝴蝶结 屋檐上的白雪 吸引住足 慕名而来的美女们 不多拍几张照片 岂不浪费了店主的 一片盛情 推门而入 扑面而来的优雅 一时间仿佛 置身复古的小洋房 暖黄灯光 开启了温柔的开关 每一处的妆点 都散发着极致的浪漫 复古花纹墙纸 天使逼画 画框已尽 醉事神秘 新造域融化在这炙热里 多少欢乐 邂逅在圣诞季 灯火温暖的咖啡厅里 古典雅致的法式浪漫 是冬日午后黄昏 是暖黄灯光 与咖啡香气 升腾的温度 一杯桂花酒尿拿铁 瞬间融化在嘴里 在心间 蒋饼人鱼奶油蛋糕 是冬日里的圣诞奇遇 快来Vos Cafe 歇会你的圣诞季吧 在深圳1979创意园 园内的店来来回回 但足有三层高的慢咖啡 却一直处立在最显眼的地方 在这个圣诞季 推门就是满满的圣诞气息 不满点点星光的圣诞树 处立在门口 闪闪发光 仿佛在欢迎每一位进店的人 店内空间很大 工业loft两层加一个隔层 全透明玻璃三层高 2000平米 可以舒服容纳下600个座位 装修属于华丽巴勒客风 各具特色的水晶吊灯 欧式沙发 散发着迷人的浪漫气息 沿着扶手梯 蔓延开来的圣诞树枝叶和灯光 向人们宣示 今年圣诞季的来临 灯饰里的圣诞老人 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为人们派送礼物 带来圣诞的惊喜与快乐 在慢咖啡 可以和朋友一起坐在沙发 座位聊聊天 叙叙旧 可以跟工作上的伙伴 约在这里商务洽谈 虽然人多 但也许是因为空间足够大 还是显得较为安静 行李约会 一起拍拍照 喝喝东西 坐再久也不会尴尬 华丽复古的装修 暖暖的灯光 轻快的音乐 点上一杯热朱古力 或咖啡 坐在沙发上 就能情不自禁地 跟着音乐起舞 这样的氛围感 真的太棒了 真想在这里坐上一整天 感受慢咖啡 黑夜白皱的温暖 预备好 当然 除了上面介绍 圣诞氛围感 满满的好去处 想要更轻奢的 圣诞快乐体验 还可以去位于 深圳湾的莱福斯酒店 七十二楼停机坪的 天际圣诞列车 享用美好的香槟下午茶 或日式打边炉 2022停机坪 圣诞季场景 灵感源自拥有 百年历史的豪华列车鼻祖 Orento Express 穿行于欧洲大陆 连绵起伏的 绿野森林之中的 浪漫场景 T7塔楼350米之上的 停机坪上 停靠着 T7350列车 车厢复古奢华 与节日氛围交相呼应 既独具风尚 又暖郁荣荣 朔光溜金 如梦如幻 车窗外黄昏浪漫 城市轮廓如山巒起伏 蓬城长卷 尽收眼底 酱茶包罗鱼子酱 黑森露等 名贵食材的甜品和香槟等 日式打边炉 也有澳洲和牛 帝王蟹角 小青龙 青斑等 上等食材 让人垂涎欲低 趁着圣诞节 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吧